你咋没猜对呢 对 帮我姐打一下啊 哥 我真的 我这 他们打我都是应该的 我这心里很忐忑 因为我心事也很重 杨磊老师啊 在我的心目中是老师辈的 你就说我老 我就玩了 不是 我老师辈的 我的老师辈 他已经超出了男女的界限 他是先生 而且我说今年咱合作过吗 你说算是吧 那你 今年咱没有在一起合作 今年你让我吃了一大惊 就是你身体壮出状况 算合作了一下 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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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有交流的嘛 对呀 你俩应该是曾经 狠狠地合作了一下 我们狠狠合作一年半 是 我们演了一年半的夫妻 对 他在最 你俩演了夫妻呀 对 虽然我就绝对委屈一下我弟吧 我就感觉 没有什么叫委屈 我还要 不是 虽然我比他年长这么多 当然主要我弟子也属于长得着急的女伙 多猜几下 你再分析分析 你怎么那么鲁莽呢 你说我就 就说明他心里根本没有 是啊 你要是心里装着杨磊 你能好意思就说两个你就不再问了吗 这一年半的夫妻算是白眼 对对对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 对 一年半的夫妻 你就组成这样 对呀 百年才修得同传度 你说咱们才好不容易在一起 那一年我演杨磊老师的老公 你平常不是叫我老师的 你平常怎么叫的 姐姐 我姐姐的老公 我演我姐姐的老公 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了一年多 一年那一年半 我跟姐姐基本上是 平影不离 我状态最不好的时候 她最不好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也不好 也不好 我爱人身体不好 对 我老跟我姐姐就是诉说我的事 我姐姐把我的事分析得 头头是道 井井右挑 自己呢 把我开导的每天我都很开 每天我们都溜弯嘛 对 在那个拍摄场地 每天我都挺高兴 最后回去她想不通 对 她自己过出不来 就是那时候 她是经过 就是因为女同志 她经过一系列的情感的打击以后 身体上 就是出现了反应 她这种反应 反映在她的脸的皮肤上 你现在想想 宋小宝是什么样 比宋小宝害怕吓人 对 比宋小宝那个脸 比宋小宝吓人 哎呦 嘿 当年 你没有 你当时没见过姐姐姐 他没有 当时没见过 没有 你当时怎么想的呀 为什么就走不出来 你拍了那么多戏 你是一个 就是宽慰别人 那么会宽慰的人 我觉得是 自尊心受到了 这种毁灭性的打击 其实我一直到现在 我一直记着 那会儿我们俩 只要吃完晚饭拍戏 我和邵峰肯定要走一圈路 然后再回来拍 接着拍 然后邵峰永远对我说 姐姐你就记住啊 你看你 你绝对你是个好人 你一定要相信 你一定会好的 这是他天天要跟我说的话 大家可能不知道 邵峰 我为什么我特别欣赏他 邵峰是一个 你别看我 邵峰是一个 才情兼备的人 真的 他不光戏言得好 做人 为什么这么说 就我们俩拍戏的时候 他就经常跟我讲 他说其实姐姐 我现在真挺苦闷的 他说你看 从二十多岁 他媳妇刚生完孩子 身体就不好了 就基本上是叫 鼓鼓头坏死 好像是 对 他是治疗其他的病 对 身体一直特别 身体一直特别不好 而且孩子也小 邵峰那会儿 你就觉得 这么多年 坚守到现在 特别有担当的一个男人 坚守到现在 真的是不离不弃 对孩子 对老婆那种 那种关心和那种爱 是发自内心的 那时候 他是个普通演员 现在他是一个大明星 没有 但是他对他媳妇的态度 一直就是 变了吗 变了吗 不能变 这能变吗 从来没变吗 真的 你说实话 他一会儿出来 要说你变了呢 不能 你心里有底吗 有底 当时急切地 想调到北京来 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爱人那个病 他每年都得到北京来治 对 对 对 他不方便 所以我有时候就觉着吧 就是来录这个节目 其实特别能看出来一个人的人缘 没错 特别能 而且他特别的什么 你记得我们 15年和大青一起拍那个卖画 对 他后来天天晚上跟着我们来弄剧本 帮我们传包服 这句话应该怎么演 包括他演 你这应该怎么演 怎么试 这个节目有他吗 没他呀 因为有我姐姐 还有大青 这都是 他就天天晚上过来 弄完他们那个节目 或者他跟 孙涛你等会儿啊 我一会儿过来 他先坐我们 帮我们弄本子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别看我们虽然平常不联系 对 但是永远在心里 对 你说你是我心里永远的弟弟 真就这种感情 哎呀 你要越来越好啊 看着你这么好 我真高兴 我们一定都 我们一定都好 掌声欢送一下杨磊老师 再见 再见大家辛苦了 好好表现 谢谢